他身穿军装待人热情 他是成都五金 然后就农村那边 五金支队的 然后你都是一个干部 他出手大方 却总是借钱 相处几年却一朝十连 再见面时 被揭穿了谎言 爱情面前擦亮眼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19年6月 四川省三台县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一切案件 法庭上公诉人就一份警官证的真伪 询问被告人 被告人吴帅三十四岁 自己确实当过武警 不过不是军官 只是一名普通的军人 多年前已经退役 刚才法庭上的被告人 最终承认自己拿的警官证是假的 公司人指控他拿假证实施诈骗 那他骗的又是什么人呢 这还要从一个女人的报案开始说起 2018年8月份 三十多岁的张力来到三台县公安局报案 称自己被一个男人骗了钱 他总共银行应该是有四十几万 但是尤其他是嫌一嫌 因为他每一次来只要跟我见一次面 他都要从我这儿来这样 张力说 这个多次从他那里拿钱的 和他关系有点特殊 是他的男朋友吴帅 在他看来 吴帅也是个有身份的人 张力本来有自己的家庭 和丈夫养育一个孩子 说起与吴帅的相识 张力说 其实两人交往已有几年了 而最初的认识 也跟孩子有关 我们是很早以前几年前就认识了 然后都是在学校里 他妈妈参加一个作文比赛 参加一个作文比赛 当时前的时候 第一次接的不是就有夏令营吗 夏令营的时候 他就张力跟妈妈那个教官 他就是他更是认识的 你知道吗 有一年 张力的孩子参加作文培训夏令营 其中有军训体验内容 吴帅当时是军训教官 英姿萨爽的样子 给张力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两人因为孩子的缘故 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不过之后也没有什么联系 直到2015年年底 张力突然接到了吴帅的电话 张力回忆这次见面 吴帅仍旧一身军装 也是在这时候他才知道 原来吴帅还是某个部队里的干部 还是说的是他是成都 武警 然后就农村那边 武警支队里 然后里头是一个干部 是个中卫长 他穿了 穿了好久啊 从一直来就没有脱过 到走的时候 都是当时还有个帽子 他当时组织店 还掉了一个行李包 他说包里头 他当时他是到农村 他说的是 他要穿离风 穿蜂窝 他是怎么个缘由 就是顺便来看我们女子 当时吴帅还拿出了警官证 给张力看 这让张力对于他的身份 深信不疑 在这次之后 张力与吴帅又多次见了面 还介绍了自己的朋友小燕 给吴帅认识 两人也一直以朋友关系相处 几个月后 张力和吴帅的感情逐步升温 他路路续续 然后见了 是个很长毛的家宿 然后深入地表达了 对张力的好感之后 然后张力 2016年 然后通过他的穷众 梦大 还把自己的婚礼 相当于是 自己以后有好的生活 认识到年纪干部 以后更好的 为自己的子女 或者是给自己 找一个好的归宿 2016年和张力与吴帅 开始正式交往 张力说 在确定关系之前 吴帅就多次向自己借钱 两人成为恋人后 借就变成了要 自己前前后后 算上现金 给吴帅的钱 少说也有40万 接至报案 张力吴帅两人 已经正式交往了近两年时间 吴帅一味地管张力要钱 难道张力就没有发现 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吗 这让办案民警感到费解 张力最后觉得不对劲 感觉可能被骗 也是因为自己女朋友的一再提醒 张梦的闺蜜就晓得 自己被骗了 然后把自己被骗的这个事情 也告诉了张梦 张梦之后也发现了这个事情 所以说 他是从过他闺蜜 才发现这个事情 原来吴帅不光是管张力 一再拿钱 在张力的闺蜜小燕那里 也是如此 小燕说 自己经张力介绍和吴帅认识没多久 吴帅就开始向他借钱 前后借了有五次 第一次借钱是一五年 说三分左右的时候借的 借钱的时候 他说 那是他们借那个房子嘛 要装销 要借用点钱 他经到说 经到说 你说 我说那你要借好多嘛 他说 你有好多吗 我说我还借不到好多给你 就该借了五千嘛 五千 第二次他又要早借钱 第二次要三千 第三次的时候借了一个两千 第四次的时候 他说他妈来了 要用钱 我说他妈来了 要用钱 他怎么借的钱都不得 我说 我心里想想 我也要买一小嘛 那时小燕虽有疑虑 但觉得吴帅外形帅气 又是军官 也向自己表示过好感 情感上的亲近 让他没有多想就借了钱 直到吴帅第五次开口借钱时 小燕才找借口拒绝了 但他没有想到 吴帅从此以后就不理他了 小燕记得 吴帅说他所在的武警中队 在成都市的龙泉驿区 可小燕打听了几个武警中队 都反馈 查无此人 他这才意识到 吴帅可能是个骗子 小燕把这件事告诉了闺蜜张力 本来张力正要催促吴帅 跟自己结婚呢 这才发现 吴帅也彻底联系不上了 吴帅失去了联系 身份也可能是假的 张力去公安机关报了案 警方随即立案侦查 没多久就将吴帅抓获归案 警方调查得知 吴帅确实曾经当过兵 所以对部队中的事比较熟悉 但开始 吴帅并不承认自己骗钱骗感情 吴帅说 认识张力时 他在学校当保安队长 但他不承认自己冒充过军官 办案人员又拿出吴帅 发给张力的一张微信截图 内容都是吴帅自己编造的 他接中队同志 过中队支出大队 交道队 亲吴中队 因为中队七月一 晚上八年半 到支队会议 参加中队主持早开的 电视电话实力会议 你还说蒙餐吗 我晚上有点事 可以请个假 这是发的吗 那你我要给张力发这个呢 哪里吧 就这个微信 这个微信 我看你是不是送我那个微信发的 当你如果送我那个发的 肯定决定 但是我有些人的话 当你这个问题 你哪个人在来 你把那个远镜 可以拿来看 在办案人员摆出了 一连串证据后 最终吴帅 才承认自己是在骗人 那么你接单口无警 你知不知道 就是谁无尽嫌疑无尽人员 能不能裁不尽 你就可以扶着 所以说我在这个上面 我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个就是我没有扶着 你知道这个微信还要行吗 他说呢 虚认行吗 警方查证 从2016年起 吴帅先后以自己升职送礼 需填补挪用公款款项 需解决母亲病重等为由 先后骗取张力 人民币共计34万多元 而只还过1.5万元 我们公安机关 对这个反对险 有无盟的深入调查和了解 这个无盟 他是一个优手好选 我的正式工作的一个人员 然后他的经济状况不深 而且他长期有这种骗取 女性性人 然后在女性身上来骗取 这种行为 前后也是很多的 案件被移送到了检查机关 吴帅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2019年6月 三台县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了判决 被告人吴帅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9万元 责令被告人吴帅 退陪被害人张力经济损失 人民币22万多元 对于被害人为何时隔这么久 才发现自己被骗 主审法官认为 这与张力对军人的崇拜心理有关 其实在当初报案时张力就说 自己也不是没有过质疑 但都因为吴帅虚构出的军人身份 而选择了相信 就像节目当中的吴帅一样 为了骗取被害女性的信任 一般情况下 骗子都要对自己的身份 进行一番包装 打造一些光环 我们再来看看 同样是发生在四川的另外一起案件当中 骗子用的包装术 装扮高富帅 他自编自演假把戏 自欺欺人 到头来害人害己 爱情面前擦亮眼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把这一辈子的亲自就回了 就在这个里面了 画面中被羁押的男子是曹亮 26岁 四川广源市人 他因涉嫌诈骗罪被提起公诉 本人认为非高人曹 非法在意为目的 虚构事实 骗取他的财物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共奉过刑法 经法院审理查明 曹亮实施诈骗长达近两年 供骗取金额约五百万人民币 曹亮是个外形很帅气的小伙子 他的母亲一再哭诉 说他是为了一个女人犯了罪 事情还要从2018年8月的一天说起 2018年8月8日下午 绵阳市公安局高新技术开发区分局 用新派出所曹亮被人扭送而来 但扭送曹亮的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女朋友及其家人 被扭送到派出所的曹亮辩解称 是女朋友家人误会了他 他只是借了女友家的钱 钱以后会还的 那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对于两人的开始曹亮记得很清楚 他说和女友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 那时曹亮自称是座汽车租赁的 认识女友时对方刚刚大学毕业 他说他借的钱也都是为两个人开销花掉的 曹亮女友叫小芳 小芳家庭条件很好 为了追求小芳 曹亮一开始就将自己进行了一番精心包装 曹亮觉得自己应该是高富帅的形象 才能博得女友欢心 因此除了使用奢侈用品之外 还得有各种豪车 但是曹亮一家不过是普通的工薪家庭 自己连一份正式工作都没有 哪有钱买车 为此曹亮想到了一个办法 来个世纪开始在 就许过这个 就是他在驱车租赁这个生意 让他父亲去驻他的叔叔姑姑的工作 就是这个 哎呀我这个挣来的钱 这个工作 这个租车这个生意好租 而且是越买好的车子 这个租进越高 因为说其中的月亮 老师爷他就给他的叔叔承诺 三万五千块一个月的月租金 一年左右的时间 曹亮以做汽车租赁生意为理由 让叔叔姑姑帮他贷款购买豪车 而为了还贷款 他又只好陆续把买来的豪车卖掉 这样在一年期间 曹亮经常开着不同的豪车 在女友家里出入 女友家人因此误以为曹亮 是一个有钱有为的青年 此外他还在汽车租赁行 多次租用豪车 这当然要花一大笔钱 曾经租过一辆车 我印象很深 租金是每天1.1万 他的租金都是30万 就是一个月 当时我们办案明镜 我都觉得不是很理解 他这种消费观念 对曹亮来说 开着豪车 日常消费也必须光鲜亮丽才行 他买的衣服鞋子都至少是上千元 巨大的债务业压的曹亮喘不过气 为了不让女友察觉自己的真实经济状况 他必须得想办法再次找钱 这时候曹亮开始欺骗女友的母亲和姐姐 说自己家里有关系 可以承拦重大工程项目 但需要一些资金周转 曹亮先后虚购 自己是北京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股东的身份 还虚购了贵州铁路建设投资 成都双流机场扩建项目等等 让女友家人通过他进行投资 而在编造借口时 曹亮也费尽了心思 为了让女友相信自己承包了工程 他购入了多个手机号 用以注册微信账号 然后互发信息 编造聊天记录 比如说给某个工程的家方的对话 通过纸编指引 就输了这种微信的这种接受家乡 然后把这种内容去发给他相片的人 然后对方就认为可能是真的 一番费尽心机之后 曹亮光是从女友家借来的钱 就高达四百多万 最终因为迟迟不还钱 曹亮的女友和家人才意识到 曹亮在编织谎言 而到了这一步 甚至曹亮自己也没想明白 他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因为我借他的钱 远远已超出我这个还钱的能力 我凭什么借他钱 我也在想 我也在问我自己凭什么去借这个钱 可能是因为 我怕他 在跟曹亮接触过程中 警察感觉 曹亮骗的人不仅仅是曾经的女友 和自己的家人 也包括了他自己 他已经自我催眠了 就是说 自己都已经感觉自己是一个高富帅 就是我90个有钱的人 我们家里面今天条件就是很好 他已经有一种自我催眠了 而在与儿子会面时 曹亮母亲一直在埋怨 是女友害了自己的儿子 你被 跟着就怪他 跟他没关系 我自己犯了错 我自己成男生 可以不用管我 但是你一定要注意我妈 还要照顾好自己 但实际上 警察在与曹亮交谈时发现 曹亮之所以会不计后果的消费 甚至对他人实施诈骗 或许与他的家庭教育 有一定的关系 父母是对他非常厉害的 因为他是家里面的老儿 他的老大是个结界 老儿就是我们农村说的腰儿 一直就很厉害 那么长大的 所以说他在从小这个过程中 他觉得反而错 都不是一个好打的事情 2019年11月28日 高新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做出了判决 法院判决被告人曹亮 反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并处罚金25万元 则令被告曹亮 退赔被害人损失 共477万多元 虽然我们报道过很多次 这样的诈骗案例 但类似的案件仍然是一再发生 很多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但其实骗子也正是抓住一些女性 有一点虚荣心又涉事不深 容易相信人这样的心理 才一再成功实施诈骗 我们再来看看 发生在浙江的陈女士的遭遇 那是2016年的7月 家住浙江杭州的陈一蒙发现 她的男朋友突然联系不上了 陈一蒙说 她的男朋友叫龚永华 30岁 是在福建做建筑工程的小老板 他曾经多次去过男友的工地 这次男友突然失联 陈一蒙决定再去男友干活的工地找找 但是到了工地 工人们说 早在一个多月前 龚永华就已经离开了福建 去向不明 他就说一直是跑工地 比较忙什么的 情急之下 陈一蒙又来到男友的老家浙江上瑜 但他不清楚男友家的具体地址 就找到了上瑜当地的警方求助 警察很快在户籍信息中 找到了龚永华的照片 可陈一蒙说 照片上这个人不是他男朋友 说说这个名字嘛 有这么一个人 但我说不是这个人 上瑜警方进一步核查 发现陈一蒙的男朋友 真名叫公雅权 此人因涉嫌合同诈骗 正被积压在看守所里 这时陈一蒙才明白 怪不得男友的手机一直打不通 原来他人被关进了看守所 而且男友还有很多事情隐瞒着自己 和男友相处三年多 陈一蒙这才发现 男友公雅权身份是假的 还离过婚有个孩子 最让陈一蒙焦急的是 公雅权给过他一张 70万的银行承队汇票 和一本房产证 这是此前 公雅权向他家借钱的时候 抵押给他们的 就把这个承队汇票拿到银行里去的 然后银行里就说这个是假的 果然全是假的 陈一蒙顿时赶到五雷轰顶 陈一蒙在一家公司打工 父母年近退休 他之前借给公雅权的60多万元 几乎是他家全部的积蓄 整个家人都崩溃了 我们家所有的积蓄 眼看借出去的钱可能要打水漂 陈一蒙觉得他上了公雅权的当 于是他向当地的杭州 萧山警方报案 而警察在调查公雅权的银行账户时 又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发现这个嫌疑人跟多名女性之间 有这个大而现金的这个往来 可能存在多名女性同时交往的情况 警方发现 公雅权在和陈一蒙交往期间 还跟另外三名年轻女性在交往 其中徐小姐33岁 浙江湖州人 之前和公雅权有业务上的往来 赵小姐26岁杭州人 王小姐28岁也是杭州人 直到警方联系上他们告知实情 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我们在萧山里一起有住房子住 她经常要出差 王小姐是其中一名被害人 2016年7月 尚余警方在萧山抓获公雅权的时候 正是在王小姐的住处 当时她是跟我说她是在做建筑工地的 但是工地是在福建那边的 除了对最开始交往的陈一蒙 公雅权对自己身份有所隐瞒之外 和另外三名女性的交往中 她用的都是真实身份 案发前 公雅权在福建确实有一个工程项目 但是这个项目的资金来源 主要是她通过和这些受害女子的交往 骗取她们的钱财 来维持项目的开销 她的主要目的还是说 通过大区大骗她们身上的钱财 所以跟她们进行交往 在公雅权和这些女子相处的过程中 为了不露出马脚 她经常假借出差为友 周旋在四个女人之间 经警方调查核实 公雅权涉嫌诈骗的金额达九十余万元 已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2019年11月 因公雅权涉及多起诈骗罪行 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二年 并处罚金二十万元 不管被告人怎么粉饰自己的动机 欺骗就是欺骗 建立在谎言基础上的爱情 自然是不堪一击 通过今天的案例 我们更要告诫那些 妄图欺骗别人的情感和钱财的人 欺人者避自欺 骗来骗去 你最终是逃不过法律的惩处 好 感谢收看今日说话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 接下来我们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